中秋節吃烤肉 您知道要避開哪些熱量超標的地雷食材嗎 搭配烤肉的百葉豆腐 在營養師眼中可說是熱量大魔王 因為它的成分有七成是油脂 烤一條吃效度就有三百六十一大卡 等於是白飯一碗半的熱量 我們就帶你來看到這個排行榜 第一名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這個百葉豆腐 一條就要三百六十一大卡 再來第二名我們可以看到 是大家很喜歡吃的這個豬血糕 一條呢一塊要兩百三十一大卡 再來第三名也是很多人愛吃的這個甜不辣 一條也要一百七十四大卡 再來是這個小方豆干是排名第四 一條要一百三十七大卡 提醒您千萬不要吃太多 其實熱量爆表第一名 是白嫩嫩的百葉豆腐 因為成分七成是油脂 烤一條一百八十五公克下渡 就有三百六十一大卡 幾乎是一碗半白飯的熱量 橫切面看那個百葉豆腐 它是有很多孔洞的 烤肉的過程中 大家在刷醬的時候 它的吸收能力會特別好 那通常如果你刷了一湯匙的烤肉醬 可能會多差不多有四百毫克的鈉含量 可以高達一整天可以攝取六分之一 而熱量第二名則是豬血糕 成分除了血之外還有滿滿澱粉 一塊熱量兩百三十一大卡 等於吃下一碗白飯 天不辣豆干這些加工食品 熱量也超過一百七十大卡 建議在烤肉的時候 盡量是能選擇圓形的食物 也就是你看得到這個食物 本身它長什麼樣子的食物 營養師提醒 除了把熱量盡量控制在 正常一餐的五到六百大卡內 以海鮮 菜類取代加工食品或肉類 才不會連家過完 血脂 血糖 血壓也都飆高 華爾新聞我們下載林志淳TENB報導